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楼台长,我们的业我们自己背。 我今天晚上,我是背,我家人和孩子带我太太过来的,他们都是信基督教。 七年,也是帮妈妈带去受洗,那我太太的病人就是。 你用不了讲的,你现在把你太太的数什么,几几年就可以了。 1950年舒服。 嗯,腰,腰椎这个地方坏了,腿啊,和腰那根筋啊,连在一起啊,那根筋不好,所以它站不起来。 曾经到国内去看医师中医,都没有结果,那在澳洲呢也是看了好多医生。 我告诉你啊,首先,你这个不好意思啊,台长实话实说啊,他有钓过孩子,你知道吗? 你是他先生是吧? 是的。 他钓过孩子,就是孩子啊,罗族哥宅啊。 嗯。 你现在会讲啊? 没有。 我太太说,没有。 你不要提家了,你是他原配吧? 是的。 是的。 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可能你们两个都不知道,好吧? 是。 嗯,这个在他身上,这个孩子是个男孩子在他身上,明白了吗? 他可能自己都不知道。 你就问他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复科,好长时间没来,最后突然之间来了。 这个就是有可能孩子就跑掉了。 他因为只要胚胎成熟,就是一个灵性。 和我鼠蛇不是有相克的原因吧? 我1941年。 什么? 鼠蛇。 你是吧? 我鼠蛇。 我鼠蛇。 你什么意思啊? 你是跟我想解释什么呢? 我是不是他病也有牵连啊? 哦,你跟他病有牵连啊? 是他的。 在他的身上。 我现在在看他,在他身上。 明白吗? 你记住我一句话,他脾气很倔很倔的。 是的,他不太听。 根本不相信人家。 明白吗? 是。 你要记住,任何一个人如果不相信,那么就叫无缘众生。 但是他今天来了,既然来了,你相信,那么你把他带过来了,台上给他看了。 他身上不会有什么灵性吧? 什么? 他身上不会有灵性。 你说他身上会不会有灵性啊? 是的。 当然有啊。 你问他一句就可以了,他从小的生活都很辛苦的,就是很不顺利的。 他从小出生啊,家里就很不开心。 那些讲话都不太顺畅。 现在知道了吗? 对。 我就讲给你听了,脾气倔的不得了。 从小吃了很多苦,什么都不相信的。 嗯。 要好好改毛病了。 你要听台长的话,要好好改毛病了。 不管是信什么叫,人的良心要好,这是最重要的。 平时这么厉害,这么凶,谁会帮你啊?菩萨不帮你,耶稣也不帮你啊。 听得懂吗? 那那个什么小房子呢? 是不是要念什么小房子啊? 没办法呢,经常这样的。台长帮人家,很多人身上都有灵性。 只能这样,我经常救人家救不了的人。 医生看得好的,他们都不来找我的。 医生看不好,大家都来找我的。 所以医生都是没有药给他吃,那就是蛮劲的。 啊? 医生都没有药给他吃。 医生没给他药吃吗? 我可以给他药吃的呀。 大悲咒呀,心经呀,叫他好好念呀。 你这么老实,你为什么不能帮他念了? 你先试试看呐。 你给他念108章之后,你看看你太太会不会讲话。 108章小房子像你这么老实的人念下去,你看看他会不会讲话。 我跟你今天在这么多人面前讲的。 你108章小房子,你如果会讲话了,你赶紧通知他们共修会。 好,谢谢。 你赶快上去现身说法。 好,谢谢。 这么小的事情。 你老婆又不是从小不会讲话的了。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了,他就是业障太重。 现在身上有两个灵性,一个小孩,一个大人。 一个大人我看就像一个中年男子,我不知道是他爸爸还是谁。 你问问他看,头发梳得很光的,比我还光。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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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他跟他爸爸关系不好的,但是他欠他爸爸的,所以他爸爸就在他身上来找他。 明白了吗? 是是。 他从小恨他爸爸不开心,这点你也不知道的。 是,那应该怎么怎么做呢? 是吗? 接下来先要鼓掌的呀。 至少四万人的掌声。 现在。 六万了。 哎呦,八万了。 谢谢,谢谢。 跟大家在一起很开心是真的。 人活在世界上,开心一天就少烦恼一天。 很多人活在世界上天天寻烦恼,就不找开心啊。 你这样开心多好啊,学佛之后多开心啊。 你要开心一点,明白吗? 我刚刚给他看图腾的时候,实际上过去西方教也帮过他的。 很多次。 只是他后来太倔,他不卖账。 他连西方教他也不相信。 他后来谁都不相信,他就相信他自己。 听得懂吗? 应该怎么发解他爸爸? 发解吗? 现在好好相信观世音菩萨就发解了呀。 两边摇来摇去嘛,一摇摇到观世音菩萨了嘛。 观世音菩萨是妈妈,妈妈上面有外婆,摇啊摇,摇到。 外婆瞧。 好。 好。 好,谢谢,谢谢。 你看他现在很快的马上就要开心一点了。 你老公把你经验好了,你就会讲话了。 你信不信啊? 相信不相信啊? 是啊。 看见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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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叫他见效果。 我给他看图层的时候已经给他加持了。 我告诉你,你很有福气。 你这个老公好得不得了。 上辈子欠你的,一辈子对你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 谢谢卢台长 他是你的小苹果 是我欠他了吧 你现在有这么好的老公 你还忧愁什么 开心一点啦 笑出来了 开心啦 相信台长了吗 点点头 相信台长点点头 谢谢 嗯 相信 感觉不一样了 因为有小苹果吃的 那他能受洗个土 什么 我太太是受过洗的基督徒 没关系的 天上的最大的都是一样的 根本没关系的 跟南京菩萨求一求 南京菩萨就是专门帮助 你这个法门 这个教移到另外一个法门的 跟南京菩萨一求就可以了 好吧 受过洗就是像我们三菩萨一样的呀 都是记住 就是做好人行善呀 没问题的 那是不是可以顺便看看 我自己本身的图他一下 你一定要看 你这么老实 1941年 你这么老实 这么好 1941年那个时候 一定要看 你娶了他吗 你欠他八辈子 那个你是几几年 属什么的 1941年 属蛇的 你看世纪属什么都不知道 属蛇的 哇真的是个好人呢 而且你还做过生意 是的 鼓掌 啊 很好的一个男士 真的 哎呀 你就是要注意心脏就好了 心脏 是的 心脏胸闷啊 你心脏现在有血管堵塞 你知道吗 没有没有咽过 手发麻 每天早上 有一点 啊 还有 腰椎 有点突出 腰啊 是 有点突出 是讲得响一点 好 是的 谢谢 还有 你要注意 啊 你这个人 全力线 小便不好 肠胃不好 是的 他真的很好 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 他欠他太太 现在可多了 我看看啊 哎呀 我不好讲 我不好讲 照讲吧 你想知道你跟你太太什么关系吗 上辈子啊 你敢讲啊 讲了他骂你啊 他骂谁来啊 我不记啊 你讲了你太太肯定不开心了 怎么办呢 上辈子要听不了 照讲吧 他太太 他太太 他的先生是一个将军 他的太太是他一匹非常心爱的这个马 所以一直在 所以一直在 抽啊 跟他跑啊 这辈子 所以他欠他太太很多 谢谢 听得懂了吗 所以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太太 年轻的时候 走路可快了 走路啊 快得不得了 身体好得不得了 年轻的时候 所以这就叫缘分 所以你要对他好一点 听得懂吗 我大悲咒 看见讲话了吧 108遍还没念掉就讲话了 现在看到了吧 念大悲咒 保证你 菩萨保佑你 越来越好 好不好 谢谢 我还能 如果你好好的念 你听台长的话 我还可以让你站起来走路 这个又不是大事情 很小的事情 谢谢 谢谢如台长 好不好啊 还有 我叫你先生要当心 就是右面的腰 你要当心 经常直不起来 你呀 是 你的第三节 有点突出 睡床要硬 听得懂了吗 我就是睡硬板床 一定要硬板床 你的第三节突出 人真的是个好人 一辈子就爱过三个人 晚上睡觉的时候 放那个英语大悲咒 有没有问题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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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 你们大家都听好了 如果在家里突然之间觉得 哎呦 今天不舒服嘛 阴气很重嘛 好像很像很不舒服 赶紧轻轻地放大杯咒 明白了吗 就是这样 谢谢 好吗 谢谢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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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